這陣子的一些醫療的一些成果 那這個患者 因為世界上都在翻轉 那中醫這一塊我們也來做一些努力 我們翻轉的問題大部分是在服飲 因為我的斷場是在服飲這一塊 我們藉由中醫藥還有針灸 來做各種服飲症的翻轉 這是一位37歲的張信儒克工程師 他見證台灣的經濟奇跡 那也藉由這一次他來台南市立醫院中醫科治療 也拼出他的好運人生的一個故事 他這位張信工程師算是人生的勝利主管 他國立研究所畢業就進入了我們台灣的經濟奇跡的主科 擔任工程師 那也賺了不少錢 賺錢之後買車買房結婚 那在生育的這過程好像很不順利 努力三年多都沒有好的成果 他覺得這趟路覺得很漫長 他第一次來看著的時候都跟我講說 他覺得做人好難 遙不可及啊 就像一條在這個高速公路上 美國高速公路上看得不到鏡頭 那結婚這三年多 老婆一直沒有懷孕的跡象 他因為住在新竹 住在新竹醫院檢查 老婆是沒有異常 那這位張先生 金蟲出現的異常 那金蟲的型態啊 正常只有1% 那標準是至少有4% 他的畸形的金蟲就佔了99% 那金蟲的頭部異常佔了45% 頸部異常的32% 尾部異常的22% 七個要診斷說 這個你的金蟲異常造成你 沒辦法懷孕的主要原因 那金蟲長的樣子是這樣 有頭部頸部還有尾巴 那他的正常這個部分 只有1% 其他的不正常的佔了99% 所以沒辦法正常的懷孕 這是他第一次來看診的 這個檢查報告 那這個型態正常只有1% 畸形的也99% 老實講他的活動也不是很好 正常要40% 他才34% 那其他的濃度啊 醫護時間等等都正常 最主要是在這個問題 心態的問題 那 C又給他 維他命啊 C啊 他是有吃鹹精啊 那也做過人工的受孕 一直都沒有好消息 都沒有成功 那C就是說 那直接做試管好了 那因為他不忍心喔 那老婆受孕 因為在試管嬰兒的過程喔 是非常辛苦喔 所以他暫時不考慮這個試管嬰兒喔 暫時不考慮 經由我朋友的介紹喔 因為他朋友也是之前有患者 也是足科的工程師喔 來這邊挑一條有受孕 所以他 專程南下喔 到本院來就診喔 希望能改善精蟲品質喔 翻船服役人生 那 當心工程師 精筒不佳的原因有可能 因為工程師嘛 長期 都是啊 壓力很大 工作時間他都說 早上7點多進去啊 晚上或10點 可以9時下班 一定不簡單喔 所以工作時間都非常長喔 常常穿牛仔褲還有穿成衣 那 久坐很少運動 然後 加上長期的外食 營養都不均喔 是不是有食安的問題 等等 造成他的精蟲 附加的原因喔 那他來喔 就是一眼很憂愁的樣子喔 可是經過半年的中醫 調理跟症 就是喔 精蟲從1% 提升到80% 那也順利的喔 懷孕喔 張姓夫妻啊 那我來看我 那一次我 我跟他討論說 你有可能懷孕的 的時候 他去驗孕 我就轉到那個 副產科技驗孕 發現是那個 有兩條線喔 那個 所以他很高興喔 他跟我講一句話 要離開的時候 他說 西竹跟到台南 雖然路途有點遠 但總比生不出小孩子 那種遙不可及的 勁很多啦 所以每週這樣分波勞股 終於留了成果 一切都很值得啦 就變成很有自信的一個感覺 這是治療前我們金銅型態1% 治療後 他金銅的正台型態變成80% 那 活動力本來是30% 提升到90% 所以很快的就 那個受孕成功了 在不孕症門診當中 女性患者 佔了很多數 比男生還多 我去研究這幾年來 這不孕症門診中 常發現喔 其實男生 很不願意驗金蟲 有可能是男性的 自尊性奏祟 他不敢去面對自己的金蟲 叫他去驗 有時候都很難 而這個患者還算配合 那這個章心工程師 我之前都有問我一個問題說 我身材那麼壯碩 我的性能力也不錯 為什麼我的品質 金蟲品質會不好 其實這個是一個不正確的觀念 身材壯碩性能力 跟金蟲的品質是沒有相等 是不化上等號 研究發現男生精蟲不良 佔的比例其實在門診中非常高 雖然是女生就診力比較高 可是我們常常在發現說 女生挑一挑之後 還是不能懷孕 後來才發現說 原來都是男生的部分 也有佔很大的因素 根據國健署101年的統計報告 男生的不孕症佔了20%以上 最近的研究已經佔了30% 所以可見男生的不孕症佔了很大的部分 那男生的不孕症原因有可能 金蟲的異常 我剛才講的 形態的異常 或是活動力的減弱 金蟲數目減少等等 或是搞完製作金蟲的障礙 那金蟲的運輸系統的異常 比如說輸顏管有堵塞 輸金管有堵塞等等 或是星空文在陽尾找蟹等等 都會造成男性的不孕症 那我這邊提出來說 這以前的記者或朋友都問我說 中醫治療 那個男性不孕症的適應症 到底是哪一類的人來看中醫的不孕症最適合 我的經驗跟整理出來跟大家報告 一個是數目過少 活動力不良 現在的畸形率偏高 抑化時間過長 或是抗金蟲抗體過高 這五大項都是非常適合來看中醫的 現在目前 醫學 談美國的國際期刊來看 這五項在西方醫學裡面的治療的方法 到目前還沒辦法突破 可是在中醫方面 已經很有效的解決這五大項的問題 所以這項是非常 中醫是可以幫忙很大的部分 近年來 很多男性的不孕症來求診中醫 剛才講的那五大項 藉由中醫的調癮都會達到不錯的療效 而且都是自然的可以受孕 那在衛教方面 還是回歸到 如果你一年以上 這場新生活 沒有受益者 一定要夫妻同時趕快就醫 不管是西或中醫 趕快要就醫 少穿牛仔褲 不要待在太高溫的環境 會影響睪丸的製造精蟲能力 不要熬夜 醜煙 不要酗酒等等 那長期久坐 這是現在的無病病 會造成血液循環不好 這五十分鐘要起來動一下 壓力比較高的患者 根據國際喜刊發現 呼應症的風險高一倍 所以建議每週要適度的運動 並且適度的釋放壓力 減少使用環境化合物的產品 比如說 還有雙分A材料的餐具 或是聚分隱形 就是PS的保麗龍 或是杯麵等等 或是一些塑化劑 造成的食物 也是要少食用 不要吃烤炸辣或生粉瓜果 不要食用不明的中藥或草藥 很多患者在臨床上常常發現說 患者說 隔壁或是去中藥房 就聽到一些草藥 就買來吃 這會影響他誤診的記憶 那保健褻肉有介紹 最重要就是聖泥鑫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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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鑫 7點上班 10點11點才下班 根本沒有時間運動 那會影響到我們肝筋的氣質 什麼叫肝筋 中醫有叫肝筋 各位記者朋友看到這一條紅色線在跑這條線 就是我們中醫的肝筋 它會經過我們的繩子氣 所以我們在這一條路徑如果比較沒有束倡的時候 就會影響到我們進蟲品質 那接下來保健就是針對這個適用的對象 就是剛才講的這幾項都可以用 那等一下我會做那個 我們的注意事來做一個示範 因為我們久坐不可能一起來運動 運動時間很少 所以我就跟他講說 你就按照我們的方式去做保健 會對你的肝筋幫助很大 因為你坐著上來開會或是辦公 所以我們利用剛才原理就是說 我們怎麼去動到這條肝筋 讓他這一條肝筋的氣血可以通暢 所以你坐著開會 你就把一隻腳伸長 轉動這個腳踝 由內側向外側轉動腳踝 連續轉動七個之後 換另外一隻腳來活動 轉動腳踝可以怎麼樣 讓這一條肝筋可以動到 還有另外一個經過梳理操 也是一樣 腳踝上下動也是可以 那這個肝筋這個路徑 連續到這個生子器官這個路徑 可以通暢一點 做完七次換另外一隻腳 在開會的時候都不會影響開會 你在上班也可以這樣做 第二個部分就是給他擦飲 擦飲 擦飲擦在前面可以給各位拍照用 就是相互兩千 身體兩千 勾洗三千 激化一千 用保護杯 用300cc的熱水充泡 分10分鐘就可以當擦飲 這個對於現代人 工作壓力大 很少運動 那眼睛容易乾身 因為過用3C產品 眼睛都會乾涉患者 非常好用 這個可以當一般的保健用品 那今天的結論說 其實不孕並非絕症 那很多的不管是不孕的夫妻 第一個都會想到去西醫做檢查 那檢查之後呢 不是做人工就是做試管 那其實在臨床上 做試管的成功率 連續做三次 成功率才27.4% 那其他70%都沒有成功 那為什麼 常常患者會問我說 為什麼我去做試管都不會成功 我做了三四次都還沒有成功 為什麼 即使他用回過後台說 他的精蟲 不是說你去做 把他挑出來去做試管就會成功 你的精蟲品質本身就不好 在不好的精蟲品質裡面去挑出來的 當然品質也不一定會好 所以你的成功率就會很低 所以我推薦說 在這個精蟲品質的部分 可以藉由中醫藥 讓精蟲的活性 數量還有形態 可以提升 提升之後 其實他就可以自然受孕了 未必一定要做人工模試管 而且也不用經過那些人工試管 造成了什麼不舒服的一些症狀 而且最重要的是 其實中醫藥用非常便宜 就是他的費用非常低 效果非常好 目前來講 腹狀是沒有發現 所以是一個非常好的方法 那夫妻一種一起調理 一起努力 很快的就會翻船不遇人生 達到一個很好的自然受孕的目標 那今天記得會跟各位報告到這裡 那我們請我們的住院醫師 來跟大家示範說 剛才那兩個 他可以明目 對於我們眼睛乾色的人 那他乾血就會什麼 我們剛才講的 他乾經會經過哪裡 經過生肢器官 所以他有什麼 五肝腎的用意 第二位要是菊花 菊花有清乾熱 對現在的人容易發脾氣 乾清阻塞的人 可以有一點菊花 那菊花不用不多 才以前可以把一些清乾熱 接下來就是香腹 香腹就是如果你平常壓力大 容易緊張的人 可以什麼 出乾底氣 香腹可以用 那成品跟香腹做的差不多 也可以讓什麼 出乾底氣 那也可以讓什麼 那個腸胃道的人 因為我們 我們